來 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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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放人 先放人 只穿著內褲的男子 原本還在床上呼呼大睡 沒想到突然被挖起來 一睜開眼睛就被原警壓制 警方還在一旁的黑色包包內 倒出一堆子彈 還有衝鋒槍跟手槍 來 這裡上來看看 這裡上去 我不是你們的喔 都被原警發現了 嫌犯還想裝傻不認帳 更誇張的是 警方在民宿的三溫暖紅爐設備上 還發現正在烘製的毒品大麻葉 在去年七月 警方接獲線報 屏東橫春這間希臘風的海景民宿 以經營私人招待所謂掩護 私下種植大麻 原警持續跟肩蒐震 在去年八月底查慶民宿 逮捕包含員工等六名嫌疑人 並發現一把衝鋒槍 手槍 子彈 還有二級毒品大麻葉 警方並在民宿負責人 耐性犯嫌住處 查獲兩百四十四包毒咖啡包 毒梅錠及一粒棉等多種混合毒品 訊號依槍泡彈藥刀線管制條例 及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等罪行 以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偵辦 而這間民宿有狀況 已經不是第一次 在去年就曾經有附近住戶控訴 民宿長期放任房客 在晚上放煙火還大聲唱歌 讓他們根本沒辦法好好睡覺 什麼事 你們就要 老闆 雖然警方上前勸導 後來業者也向附近住戶道歉 不過因為民宿位於墾丁國家公園管制範圍內 業者卻放任民眾釋放高空煙火 已經觸發 這次又因為持有毒品和槍械 最佳一等 TVS新聞 葉鳳達 陳佳童 屏東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